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库存准确捧,然后根据历史销售数据来预估产品的销售周期,做出下架或者继续经营的决策。 对产能跟得上的产品,可以加大投入以及价格优化。 如果产能不足,考虑究竟招人或招临时工来解决问题,根据疫情严重程度来决定。 临时工可以做一些非技术性的工作,组获型商家纯贸易型也需要清点并捧库存数据。 做销量预估。 此外,应有供应商确定疫情影响程度,以及恢复供货的时间。 比如供应商有没有货,有多少货,能不能发货,什么时候可以发货,如果没货,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生产等等问题,都需要和供应商沟通清楚。 同时,建议商家在多平台和线下去寻找后补供应商。 比如在1688和淘宝咨询复工情况,也可以通过线下的档口渠道了解线下供应商的情况,通过私域流量和社群来寻求厂家资源。 新品研发 别只盯着口罩在疫情期间的新品研发方面。 李智超认为,商家们需要提升市场敏锐度,关注社会热点和特定品类,比如医护用品,口罩,护目镜等。 比如做东南亚市场的监测和潜在热销商品分析。 可以查看Shopee的热销产品,以及来发的平台热门活动。 Clash Sales Pre-Zio,看看同行商家的销售情况,观察近挺近期的order数量。 此外,建议经常查看Lazade的Feed推送,养成多看买家端前台数据的习惯,对自己的新品开发都会有帮助。 还可以利用Google Trend全品,了解产品在特定区域特定时间的搜索情况,比如针对东南亚搜索抓取核心关键词,对相关词汇上升的趋势做判断。 对比关键词的搜索热度,一些热词可以用在标题详情页里面,或者针对热词做产品开发。 热度更高的产品可以做重点开发、TikTok、YouTube等视频网站也是选品的重要参考。 研究人们喜玩乐见的点击量较大的视频,看看达人网红在推广哪些产品,分析这些产品火爆的原因。 对20%的爆款产品做数据监测,李之超表示,产品也有二八定律,即20%的产品贡献超过80%的销量。 剩下80%的产品贡献不足20%的销量。 对于20%的爆款产品,首先要做数据监测,根据现有库存和历史销售记录来调整库存。 关注国内物流情况和政策,决定是否继续正常推广。 如果受疫情影响较小的地区,明确发货时间和客户安抚,保证产品良好运转。 并应策略上,建议把爆款的库存调整为零,等待货源稳定再恢复,停止付费推广和站外推广。 适当调整折扣,提升折后价格,降低转换率。 如果已出单,没有办法发货,就需要主动联系卖家。 对于80%的非爆款产品,也要监测库存。 如果有不稳定的产品,适当的控价,调整库存。 如果有库存充足的产品,可以考虑替代现有爆款,加大推广。 另外,做好店铺装修的优化,让买家看到库存充足的产品。 客服可以引导买家换货,提升体验。 最后,适当的优化价格,提升利润,及时安抚客户,关注物流变化。 对跨境电商来说,疫情期间对买家疑问的及时回复和安抚,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。 理智超建议商家积极安排值班人员,设置自动回复功能,保证24小时的回复率。 关于疫情的回复,可以从几个维度去优化。 比如中国疫情的现状,以官方信息,以及WHO信息为准。 如果发货,应及时给买家发通知。 如果买家不想要包裹,要强调包裹,不会携带病毒。 收货后想要退货的,要及时安抚客户情绪,甚至发放优惠券。 此外,卖家可以下载,Lazader卖家的APP,手机在线回复,买家的留言。 疫情期间,店铺活动能参加的尽量参加,对于缺货款,收紧折扣,对于滞销款,加大折扣,对于爆款,要控制节奏。 搭配销售时,用爆款向滞销款引流。 参加停台活动时,要注意,缺货产品,不要报名闪购,BMO等活动的报名。 物流方面,2月5日开始,Lazader衣物分解中心已经暂停收货,深圳的分解中心正常运营。 卖家要随时关注,Lazader的物流通告,比如春节期间订单要保证在2月14日入仓,与当地的物流仓做沟通。 咨询入仓时间,如果有特殊情况的发货订单,第一时间咨询后台客服,有什么问题,及时开工单咨询官方。 日本疫情形势也日益严峻,东京奥运会能否如期举行还无法判断,但是,日本电商市场对卖家来说仍是一块大蛋糕。 2月28日下午2点至5点,亚马逊日本站开成首播,为你解析日本市场,个人消费与企业,采购双重新机遇,点击预约。